就是一些水果又或者沙律都有 甚至乎還有牛肉粉吃 還看見有蝦,不過未必會吃 至於這裏就是一些蒸的點心 這裏有些包點 雖然真的賣得貴,但份量不少 下面還有些鵝腎 挺好的 還有鵝肝的 這裏就是鵝血,鵝血 有沒有鵝肝呢? 其實我很喜歡吃鵝肝 這個,這個像不像是呢? 都是鵝神味 接著來試試看,胸口的味道 不是只有咸,是有那種香味 好像你幻想一下美式咖啡和Espresso的分別 Hello,各位觀眾早晨 現在已經來到早上8時半 昨晚睡得非常好 我5時至6時醒過一次 然後再睡睡,一睡回到8時多 很舒服 冷氣夠的也夠 還有少許冷 床睡得舒服,枕頭又 又該臨的臨,該軟的軟 挺好,選擇有夠多 因為外邊是街道 街道很多車來車往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並不介意外邊比較吵的人 甚至乎我覺得這樣才有安全感 因為我住的酒店 外邊是對著一幅小花園或內街 其實我對著那些還沒有安全感 這樣我可以接受到 所以各位觀眾 如果回到來 即使你未必住這間酒店 你能夠向工作人員安排 要求 我想要一些比較安靜的 也行 你想要一些比較熱鬧的 也可以睡覺 睡前 11點多時有人在玩電單車 嘩一聲 隨時之外都沒甚麼 可能是我夠累 還有 大家看到我開始在拍攝 就知道昨晚我吃的生煙是沒問題的 否則現在都在人民醫院或藥房 我先說說今天的計劃 首先我現在會去吃早餐 我決定是吃酒店的早餐 自助早餐 或者我先去看看甚麼樣子 如果一看到不太行 我就不吃了 吃酒 附近找些早餐吃了 吃點腸粉諸如此類 對面都有市場 如果可以的話 我就會吃酒店早餐 然後因為我之前都說過 上一集開頭的時候說過 我過來這裡 是有少少公務在身的 我會先去辦理自己的正經事 中午飯可能未必會拍攝 因為我可能簡單 吃少少快飯就算了 那些不作為影片推薦給大家 因為我想將正力放在今晚 我會從 吃完早餐之後 就會從今天下午開始 我要吃牛肉火鍋 我已經找好資訊 還有我可能會在老城區的市場走 但買就未必買 又或者看看附近的樓價 因為這裡是老城區 我想說回牛肉火鍋 我的選擇 因為我跟看這集影片的觀眾一樣 其實都是遊客 網上亦有很多眾說紛云 有些人說我本地人是不會來這裡吃的 有些遊客又說吃過也不錯 有些本地人又說那間不好 中雪昏雲也有 但我認為是這樣的 潮州汕頭的牛肉火鍋 就好比廣州的白斜雞 又或者去到中山吃魚鴿一樣 他們拿得出來也不會太差 只要我把那些很差的細走就可以了 我找到一間環境是比較好的 因為作為遊客 價錢亦不是一個最關鍵的因素 你不是貴三倍 那當然不行 我找到一間來這裡 如果要開車是十幾分鐘的車程 稍微遠一點離開這個區域 也叫觀塘兄弟 我的計劃是這樣的 所以到時再帶大家去看看 又或者如果有甚麼新變化 都會跟大家說的 我現在先去吃早餐 因為吃完早餐 我估計差不多九點多 亦都是我要去辦事的好時候了 我們去吃早餐 出發 就在這裡了 挺奇妙的 可以的 選擇種類不算太多 看看甚麼顏色 又或者沙律都有 甚至乎還有牛肉粉 還看到有蝦 不過未必會吃 至於這裡就是一些蒸的點心 這裡有一些包點 我永遠都是會要一隻雞蛋的 此同時竟然還有麵包和冬粒 這個牛角包 這個牛角包 不要太燙 還有還有牛油和果醬 這個要一點 這個雖然是國產品牌子 總比沒有更好 是要一個雪藏的 這是我第一輪的食物 我拿到牛角包和一件多士 我不焗了 免得這麼熱氣 雞蛋、酸奶和一杯咖啡 這裡偏西式一點 還有蛋糕 但我不喜歡早上吃蛋糕 我先從西式早餐開始吃起 餐廳連這裡也挺闊落的 我坐在角落頭 大家一眼看 鮮辣客人還有幾台 因為他們吃白 好像繼續後面的行程 食物的種類不算太多 但是足夠精緻 不會搞到很古靈精怪 而且也會有當地的特色 就是綠河粉 我看到也挺多人拿 不過我決定不吃了 先試一個沒有焗過的牛角包 我先試一試 煮得不錯的 就是這樣 杯咖啡 如果覺得濃烈 就加一些牛奶 小小杯 至於這裡 就是牛角包的樣子 讓我咬了一口 都脆的 觀眾又會問 之前不是說 我早上要吃粥嗎 其實我自己也求證過 在不同的渠道 包括觀眾也跟我說過 其實早上吃粥 並不是太好的 尤其是白粥 因為血糖會升高 雖然我的血糖 應該這麼說 雖然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我的身體毛病越來越多 但是唯獨不知為何 血糖以為注意都還算正常 但這些不是一個可以任性的理由 身體這件事 所以我決定以後要選擇 我當然不會吃粥 以前吃粥是因為腸胃的原因 擔心讓它舒服一點 其實油不太有關事 自己不要暴飲暴食就可以了 不過這件事 一來到潮州並不容易 喝咖啡或者吃一些沒有焗過的 多士、牛角包 其實也可以 盡量把凍的東西放在最後 這是一個不鹹的牛油 正常的 自助早餐裡面出現的 如果要拿來跟我們去到深圳那間比 這裡地方小一點點就可以了 但食物的種類少一點點 也就僅此而已 我記得那邊好像是腸粉一樣 我已經忘了了 咖啡處理得 那邊比這裡要好的 至於這個果醬 想想一下也是不好的 還給別人 酸奶奶我會喝掉它 始終對腸胃也有好處 好了 我慢慢吃 吃飽之後 就中午見 中午見 中午見 廣濟橋我不會再去的 因為如果我去廣濟橋的話 就可能會錯過了很多 或者到時看時間 如果我很早完成了 如果我去廣濟橋的工作的話 我三時凌晨就有空 或者會去廣濟橋 因為20元門票 我覺得 即使是很遊客感覺 或者時間很短 看上去的東西 沒有晚上那麼精彩也好 都值得一試 到時再說 我繼續 好了 現在又到中午 差不多已經過了一點了 實在太餓了 不等到吃牛肉火鍋 試試這個 在哪裡買的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在對面街買的 大概就是這個方向 無非一樣東西 主打就是方便的 剛好被那棵樹遮住了 即是白色的那棵樓 樓下 叫溪口流鵝肉燕 不知道是甚麼味道 主打一個就是方便 又來跟大家做一個 在房間裏面的食物開箱 有一個袋子 大家猜猜多少錢 我未開箱 未打開食物 真的不便宜 48元 就是這樣 48元 溪口流鵝肉燕排放街店 這個應該是一個飯 讓我放在樓上 首先這個是一個飯盒 老闆娘在後面放進去 應該是沒有理由是釘出來的 有個飯 我猜下方是湯 飯盒如何弄開 沒有錯了 下方是有個湯 肉丸湯 還未攪拌 應該是三粒肉丸 還有一些紫菜 然後這裡有兩碗醬汁 醬汁讓大家等一等 看看這個 這個我猜應該是鵝肉吧 就是這樣 48元是否值得呢 只看份量 還算接受到 因為又有湯 又有飯 又有鵝肉 但是味道如何呢 我不知道 吃了再說 這就是一碗飯的主體 我決定將蔬菜放開一點 喝一口湯 先嘗嘗湯 嘗嘗湯 嘩!很死熱 太誇張了 不應該這麼心急喝湯 吃點紫菜 三粒肉丸 他可以選豬肉丸 我沒理由選豬肉丸這麼蠢 當然是選牛肉丸 不過這個呢 先放一放 我想嘗嘗鵝肉 份量又夠多 就是這樣看的 48元 值不值呢 嘗嘗味道就知道 有點醬汁 先不說這間店的味道 暫時看來住這個酒店 雖然是貴 但是它的價值就是 第一,它在老城區 第二,附近有很多食物 我沒去過 教區那些地方 之前 又是說幾年前去過 都感覺上 是沒有這邊這麼熱鬧的 行呀 它的肉很嫩 那些滷水味道有夠香 我其實並不是太喜歡吃滷鵝 滷水鵝 只不過來到潮州 你不吃 好像若有所失 這個真的是改觀的 這個真的是改觀的 不知道大家平時 還不喜歡吃這個 我真是一般一點 這次是有改觀的 還有蘸了醋 不錯,沒那麼油膩 肉也不會太軟 還有咬開給大家看看 中間是粉紅色的 雖然真的賣得貴 但是份量不少 下面還有一些鵝腎 還有鵝肝 挺好的 還有鵝肝 這就是不貴 鵝血 這個鵝血 先說清楚 鵝血 有沒有鵝肝呢 其實我很喜歡吃鵝肝 這個 這個像不像 都是鵝肝 也挺好的 各樣部位都有些 試試飯 我來到潮州 這邊沒吃過飯 第一餐吃 我發現它們的米都是這樣 沒有那麼正 粗一點 身體健康 還有上面這裡我猜是炸蒜 令到那些飯更香 有一點點 可能是用豬油炸過的蒜 我不知道 有油過過的蒜炸過 放在飯面 48元 可以 還有鵝腸液 我最喜歡這部位 試試點一下這個醬汁 這樣就可以吃了出來 它的肉是處理得挺粉嫩的 這個沒有那麼粉 醬汁又不會太鹹 這個 它是一種 甜香甜香的味道 配合這些有炸蒜頭的飯 好吃 搞到今晚不知怎樣 我可能到時市場不去 因為 到時去到市場附近 又找到好東西吃 今晚光牛火鍋 我就不用吃了 我以為這間飯 是適合經過對面 以後有 未吃牛肉鍋之前 先試牛肉鍋 應該也不太差 尤其 老實說牛肉鍋 當然有很多工場做的 亦都做得很漂亮 這些應該是拿貨 但它有用指定工場去拿貨 就不是大老貨 這些應該很好吃 超爽口 超淡牙 爽口也有淡牙 裡面沒有很多筋的感覺 都有肉香味 泡汁的感覺不算太多 但是肉的質量 肉的比例比較高 吃得出 還有 師傅應該打了很久 他打的過程 其實目的就是 把肉的空氣 撐走了 太多不爽口 這個很爽口 再喝一口湯 湯應該已經燙涼了 接著是鵝熊 老婆教過我吃過 鵝熊比豬熊 都是很甘 都是很甘 繼續吃 好了 中飯我又不再跟大家慢慢說 基本上大家看過 48元 是這樣的 值不值呢 我覺得還不錯 很順暢 都是那句 有觀眾說 或者本地人會說 肯定附近有比這個要做得好 肯定 就好像我們回到廣州吃白紙雞 即使你跟我說 一針雞也好 就有好的句 又或者以前有吃過好的句 從小吃到大 我作為了遊客 我們這個很滿意 走腳 不用鵝鵝鵝鵝鵝 尤其是如果你們沒有駕駛 怎麼辦呢 打車去吃 好 我們吃牛肉火鍋 那一會兒才見 Hello各位觀眾 Hello各位觀眾 現在又來到 唐曼的5時半了 又是時候吃好東西 出動吃好東西了 還有一件事 我來到潮州是未吃的 就是牛肉火鍋 我上網查資料 在這條路有兩間 第一個就是這裏 叫做龍興牛芳 都是很受歡迎 而且都 挺靠近的 坐下 還有另外一間 就在前邊的 叫做觀塘 什麼什麼什麼那些 不過我們就去前邊那間 因為那間 就光亮一點 話說是這樣的 因為始終潮州這個城市 就不是很大的 剛才我們開電動自行車過來 開車了 首先第一 當時已經過了5點了 我就開電動自行車 我決定不開車 我現在覺得不開車 這個決定是很正確的 很多人開電單車 即是摩托車 還有很多人 不理睬燈的 有很多人開電動自行車 哇這條路刺激到 怎樣比較呢 在廣州 有些人開電動自行車 又或者是 那些送外賣哥哥 他們是不會看路 會看手機 說明什麼呢 其實一直走就行 在這裡是不會的 他們是不敢 開著電動自行車的時候 看手機 因為一不留意 就會這樣 很刺激 另外呢 如果大家 好像我這樣 我建議大家 住在舊城區那裏 古城那裏 想過來強烈見你打車 千萬不要像我那樣 那把你有丁點而上 駛電動自行車過來 的想法 有丁點而好 不要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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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這麼快 就來到這個要吃晚飯的地方 牛肉火鍋 觀塘兄弟 這邊呢 就茅持闊落一點 我跟大家說過 潮州人很喜歡喝茶 喜歡到什麼程度呢 很多小肉店老闆 或者做什麼都好 收車也好 都會放一套茶具 這裡又見到 究竟這個老闆是做什麼 我都不知道 但是又有一套茶具 我就來這裡吃晚飯 觀塘兄弟牛肉店 又是這樣 切一下 切一下 現在5點40分 我就進來餐廳這裡了 非常之大的 數碼點餐 就站起來了 然後我已經放了蛋了 上菜出道堪比麥當勞 我剛才拿了醬汁 就已經上齊了 還有炒粉還未上 這裡是掃桌面的數碼點餐 都給大家讀一下餐牌 麥勁青瘡湯底 就是我面前這一個 肉類方面 就分了很多 潮州這裡 做到這樣是不行的 雕龍 嫩肉肥牛 肉類大多數都是29 或30元 大多數都是29 牛丸這裡有6粒 15元 牛筋丸炒 潮州可粉 30元 大家看到價錢 它有好處就是 每一頁都寫上 煮多少菜時間在旁邊 肥牛10秒 牛百肋12秒 牛筋丸 可粉 麵 煮食這些是不太貴的 是一元的 清湯湯底是20元 所以來得人多就好了 基本上看過這些主要都是 牛肉 這個就最特別了 你如你 究竟是怎樣 其實我是怎樣了 但我現在還未分得到哪一頁 牛腳筋又有 胸口拌 胸口拌下去要6月5分鐘 牛舌也有 牛肉餅 牛腰牛肉餅 一應居住 全部都是牛 牛心館 菇青 再來就是冬菇 這些青菜 與此同時 其實桌面都擺著一盒青菜 就是那裏 剛才我都說過 整桌東西都擺齊 至於這裏是滾 基本上就是這樣 看過價錢 蔬菜 響鈴 這些都不是太貴 藥膳牛鞭湯都有 沙心肉粥牛鞭湯都有 蟲草花牛鞭湯 哇 很厲害 粟米綠牛油 15元 可惜昨晚吃得太多 煎煎炸炸的食物 不敢叫 高燒地瓜 不知是甚麼 山藥春卷 15元 相信作為遊客 一定會喜歡這裏 因為包括在我左手邊 坐著一對 來是外國的遊客 開吃了 這裏就是我的調料 這個是按他們的配方 建議配裝調製的 其實很簡單 就是三樣東西 沙茶漿 芝麻漿 還有香油 至於這個 就按我自己意願配 今天就不吃辣 小問題 對於我們這些 不是專家的遊客來說 我只知道他牛肉 其實我真的分不到哪一碟 打哪一碟 我一直以來 都有一個小問題 我只能看著圖片 來看我點了甚麼 那一碟是甚麼 我猜的就是 應該這個就是瓷柄 不過我們這些人不懂 牛肇、貓、丹 其實等我口都是一樣的東西 然後這個我猜是理如理的 但是我看圖片 很大篇 好像一張紙那麼薄 來到這裏變成這樣 可能我不會 再來這個 我猜是亂獄的 猜的 有搞錯 如果有熟悉的觀眾 就告訴我 我來到這裏之後 放下了我的座架 我覺得都是老城居那邊好玩一點 當然我還未吃 或者吃起來很精彩 在老城居那邊 好像這些餐廳 其實都有很多 但是如果各位觀眾 好像我這樣 回來遊玩 就真的要 打車 打車會好一點 在這個時候 我就想從這碟開始試 我不會全部放進去 最多這樣夾著一點 放進去煮 至於靜靜中 自己吃得開心就行了 這也是我經常所說的一句話 哇 十秒應該夠了 哇 煙無禮貌 再換一個角度 看看剛剛煮熟 美不美 我很喜歡他們把火 調到這麼大 我們這些不懂 兩下就煮熟到過火 我先試一下 我喜歡吃嫩的 看看是否夠嫩 怎知道 很正宗的 我們要 來到現在這個時間 差不多六點 油盒越來越多 夠嫩 好嫩 點這個好吃 好嫩好嫩好嫩 我很喜歡吃嫩的牛肉 嗯 有少許嫩 但是不多 有咬口 不應該叫嫩 我這次錄的時間 剛剛好 還有醬料不鹹 以至往 我那些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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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其實那間是來自山頭的 都是很鹹的 醬汁 這個就不嫩 接著來試試試一下 空口的 就是背著這些誤點 嗯 有牛味 但小時候 我媽第一次煮牛肉 讓我吃的味道 這個挺嫩的 我很喜歡 不知道碟底有沒有寫著 是沒有的 这一粒就夹了一点 看着它慢慢由深红色慢慢变成粉红色 然后慢慢粉红色都没有 这个状态应该很漂亮 我较小火 然后大家也看到 散开的肉类不算太多 即是肉碎的 这样看清楚一点 肉碎不是太多 整件夹起来都多了 这个角度看到有问题 挺漂亮 我对这个很满意 还有我也是听到很多当地人在这里吃的 我相信应该得到当地人的烟果是可以的 至于你说够不够 他们从小吃到大那些 都是那一句 我真的不会再说这句说话 别人这里就好像我们吃 广州吃白切鸡 就算是那些20元特价店 白斩鸡白切鸡都不会太差 好像这里也是 无论货源也好 又或者老板也好 在这里浸人过 他就知道哪些是好吃 哪些是不好吃 不好吃的这些都淘汰了 很练的肉 刚才那些放在这里都有一段时间 是没有第一次吃到的麵 但也不会太厉害 而且这个真的很好 它不仅仅只有咸 是有那种香味 就是好像 你幻想一下美式咖啡和Espresso的分别 平时我们在其他店铺 我认为是嫩肉的一碟 我猜到那些都是美式 但这个是Espresso 少少就足够 我来试试这个 我认为是嫩肉的一碟 我猜的就是那一碟 又是这样 嫩肉 嫩肉 以往吃过 会散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 好 又是这样转色 又不算散 大家可以看到 又不算散 好像这些 整件夹都回来了 对不对 可以 可以 好 试试这一碟才夹 比较大 看见这一碟 那些肥膏 会集中一点 而且有少少筋 试试 哇 这个更嫩 哇 真是很厉害 为什么可以这样 我都暖煮的 大火 小火 10秒 20秒 都不理 刚才见到 哥哥过来 跟我旁边那台 的乘客说 怎样煮 他说 随便烤都可以了 但当然不要煮3分钟 都不会老 这碟呢 牛味就浓一些 我感觉 肥膏多些 接下来试一下这个 我都还没试 我还没试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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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行不行 嗯 嗯 哇 有些蒜蓉 又多跟芹萨 不过 我觉得 原来会好些 这么漂亮的牛肉 没必要 是吧 全程碰这个 对不对 连辣椒也不好 就是碰这个 接下来就继续了 不过呢 老实说 跟深圳那间比 这里呢 我只是说分量而已 就真是深圳那间好些了 那个叫昆基 又是属于我老婆经常说那些 29元只有几件那种 而且这个价钱 都真是广州价 广州好像都29元了很久 但我很久没去过 不知道 刚刚算是 这些东西的 还要是刻意教细了一些火的 因为第一 我不懂得控制火候 第二 确实 如果煙霧离漫 拍摄出来 效果 大家也看不到 那个肉 要是整个牛肩 是不是 看着它慢慢转色 那也挺好 与此同时 我的濕炒牛河 我也是这样叫 潮州炒牛河 都送过来 这么大碟 好像是25元 这次是30元才对 这里写着30元 这一餐 其实 在数码点餐的时候 我已经要付钱了 总共是花了140元 140元 142元 叫了一罐 红色葛根水 其实 吃这些应该要配蚝酒才对 可惜 不胜酒力 继续 其实平时 我做的酱汁 放一些 放一些 湯 是不是醋 但是那些酱汁 我说 在广州那些 如果不放 它会很稠 这个 也不是很稠 可以直接 点肉来吃 又不会是抢肉味 这碟有牛味 多很多 牛味 嗯 而且 始终 好像我刚才所说 会有点碎 好像这个 都是会有点 正常 理解 而且 这些 比我容易吃的 都不算很碎 我吃过有些 散开 暂时感受就是 牛肉很嫩 而且 酱汁非常之好 它有 有三款 大家不知可不可以去看看 等我先吃完 这个就是我的其中一款 它叫做 经典 好像叫做 吃到这里 我已经饱了 还有一碟肉 一碟炒粉 未吃 不知道怎么收获 整天不记得别人的名字 你如你 对 这样夹起身 整件 它又不是那种 空满在这里 这样 等水滚下去 对 整件 煮出来 这样 这样 看来 现在 老板没有骗过 这样 10秒 就差不多 而且 有这个东西 隔着 那些 那些 肉末 就不会走回到 那些肉末 不用怕痛风 肯定要吃完 没理由打包 始终 来了这么多日 始终 有开车 真的方便 我没有开车 我去到的范围 是很少的 包括 韩江河的对面 我又看不到 因为它分了河东和河西 我又看不到 不过我等人想去那些地方 又不知会是怎样 我打车去 不错 我先走 其实已经很烦 但开车不如我去到 放下就行了 而且这边停车 也挺方便的 这个 都乱的 但是 咬口多些 感觉上 真的没有鲜流量 那么好 我最满意就是 乱肉 但是这个人 不会散收收 乱肉就会散收收 接下来最后 就到这个了 被我放了很久很久的 茶潮州炒锅 都正常表现的了 因为它有花生醬 沙茶醬 那些 它会搭着的 还有被我放了很久 30元 合理价钱 你在广州 吃不到那些质素 有的 很难夹 因为米的占比较多 所以会容易碎 嗯 先试一下 嗯 嗯 够锅气 非常非常够锅气 看 牛肉这些又好吃 还有呢 芥兰味不算很重 不过一个坏消息 就是我一定吃不完 我觉得叫这个 好过叫 生粉的 自己煮的那种 不好的 那些 需要来这里吃 嗯 记住这种味道 以后呢 就是 平半一个 在潮州 汕头饮的地方 炒锅 很好吃的标准 吃饱饱 大家看上去那一点 嗯 一开始是很硬的 是很乱 很劲 但是慢慢呢 那碟里完美呢 我就有点而不满意 那当然是跟他们自己的出品比 而不是跟我以前吃过那些比 如果跟我以前吃过那些比 就基本上都没什么滴手的了 嗯 嗯 深圳的第一次吃的可能 可能可以 可以乳脂匹滴 其他都没什么的了 那么 那个里完美不点就会好些了 点回什么五花纸那些 那些会好些了 头两个肉就 都很完美的 很震惊 可以吃到 还有那个炒粉呢 那个份量呢 又是 怎么吃得完呢 对不对 又是大量打包 那150元 如果减回汽水的话 103元 103元左右 对 差不多 这个价钱是合理的 但是呢 这里有一个大弊病 就是远的那些 就来 我们住那里很远的 我是要打车回去 加上我手车 我也是不敢再开车出来 因为刚才看到那些 旧城区的那些路呢 很恐怖 讲一下行程 先 那我呢 就 我认为 在潮州这里没有玩够 我原先有想过去散头 什么 开车一个小时左右 就到了 然后走一走散头 就回去还车 这样的 我的计划是 但是后来想想一下 不如算了 我明早 因为潮州这边 还有很多东西没看过 包括 韩江河的东岸 即是 广济桥 它是用那些 用那些船 来搭起新的桥 我觉得 必须要打开一次 因为我明天的飞 是改到 两点钟 那如果我 12点半 或者1点 去到车站 就已经畅畅有余了 但是如果再去潮州 再去散头 我又怕 到时有什么 移动 那就不行了 是不是 都是留在潮州算了 那些等下次 和老婆来 还有 我心有体会 就是 我开车原来 都是挺急的 我开过这部Feed 之后 Feed 已经够小了 飞到 都是觉得 这么大部 和响应速度 很不及时 我在广州 开我的电动车 我是很狼的 经常被老婆骂 我都现在知道 自己真的很狼 摄位 又或者跟车 跟得很尽 很极端 因为怕被人摄位 但是来到这裏 就很惑气 后边有它 慢慢跟 跟不似就是包头过 基本上就是这样 所以我租车 不敢离开就是这样的意思 下次有机会 可以开自己的车来这裏 始终都是自己的车 至少煞车距离 各种都能控制得到 而且我租车的车 已经是Shit 应该去操控比较好 现在我先结束影片 下一个环子 至于早餐的部分 我到时看下 在酒店吃 或是出去河的西岸那边吃 下一个环子再见 各位观众 我又睡醒了 又来到最后一个环子 其实我发现 我今次来潮州 都叫旅游 90%的时间 影片内容都是关于食 说街道比较少 现在我就去吃早餐 如果说之前我去的地方 大多数都是游客 喜欢的地方 我决定今天试试 因为在前面有个早餐当 吃肠粉 是挺好的 我怎知道 昨晚我问酒店的保安哥哥 他是当地人 保安叔叔 都不叫哥哥 他的肚腩 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食家 我现在就过去试试 他说在前面 是有一些牛奶喝的 昨晚我已经走过这条街 后面的小巷 当时当然发现不了 现在就去看一看 与此同时 小巷上学 还有今天下少少雨 毛毛雨那种 最初我还考虑过 吃完早餐 就去广西桥行走 但是我一看 那个时间 原来他是十点钟开门 早上 九点半左右 就会有一个闭桥仪式 但是未必看得到的 也都考虑到 因为我火车票是一点钟 我还车时间是十一点 所以 都不要搞那么多了 再加上现在下雨 直头就不去了 我们吃完个早餐 就结束影片 认为除了市场以外 最能够反映到当地气息的 就是早上一日之计坐于神 来看看早上当地人 赶上班的情练 都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最能够体验到当地的风情 叔叔就说转了座之后 在这里走进去 昨晚我都简单看过地图 不知是否在这里进去 还是在前面 我先走一下 因为我看到前面好像 不是的 前面那里不是餐厅 我决定在这里走进去 我看到前面已经写着腸粉两个字 他们潮山这些腸粉 跟我们广府最大不同 就是酱汁 他们会用很多 芝麻酱 花生酱 我都不知是什么酱 总之就是酱汁 好了 这里有一间这样的 又关了门 现在在走着 叫做新桥路 我又尝试在这里走进去 因为我在地图馆里 找到不少好东西 例如像这个 这个是鸡煲 鸡煲是晚上吃的 还有这个也是鸡煲 地图馆池前面都有当肠粉 要慢慢找 是这种居民区的感觉 它不是八层楼过六 也有八层楼过九层 应该是 都是有防盗网的 其实如果要找好东西 应该是去市场的 不过那些人又懒 又不想走 加上下雨 那么好借口 当然不去 香草当应该是这里 就是这里 有个阿姨坐在门口 这些应该是老城区的感觉 就是它 我早餐又来了 就是一碟腸粉 里面是有馅料 有猪肉和白菜馅料 它的价格是六元 足够地道 哇 多多花生酱 第一次吃的 又比较广州那些 不能够这么够 都是基拉的 哇哦 很香 超香 有些肉碎在里面 它是包着这种的 又有蔬菜在里面 但就不是那种 一大条那种蔬菜 再来有鸡蛋 什么材料都齐 老板娘呢 还拿着那些 芫荽过来 让我做点缀 很调心 我来试试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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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试一下这粉 哇哦 我来自广州的 对 我来自广州的 你听得懂 是啊 太好了 味道 醬先头第一口 吃得不算太多 因为我想试试原味 只是原味都可以 我觉得 有酱汁 好味 最重要 当然是灵魂酱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武汉的热干面 那些酱汁就是那种感觉 很浓郁的 早上吃一份 绝对是热量爆破的 热量足够 还有阿姨在家门口自家制 这种的6元一份不贵 先头我来的时候 还看到有个妹妹 小学生在这里吃 不过呢 对筷子供要求极高 如果三排两杯吃完 好像布链 加上一些芫荽 哇 很多小朋友来吃早餐 哈哈 大家再看看这些肠粉 因为始终是内阶 灯光是比较分散 菜是白菜来的 切散了的 有鸡蛋 有肉的 就是这样 但是最与中不同的 就是那些 酱汁 哇 好浓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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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饱饱 让大家再看看这些小店 早上上班之前 买一份 里面又有个妹妹 又有个弟弟 在这里吃着 现场拉的 这些就是当地的味道 还在市场旁边 原先打算说不走市场的 我呢 在这里又找到市场 既然都来到了 没理由就这样走 都走一走 同样都是感受当地 封土人情 最好的地方 不知有多大 会不会只有门口这两档 走了再说 只得两档 这些内街 就是最有味道 在广州我也是很喜欢走这些内街 其实一步之要走出去 就已经是大路了 这家里很整洁 有些又有防堂网重新做过的 又有铁门的 路面就没有那么平整 但是泰国平整又没有那些市井的味道 不过前面有一间泥房 应该已经停用了 最后来和大家总结一下 我在潮州这几天的感受 这些东西是很好吃的 超好吃的 但是呢 潮州我只是说 至少我找不到那些很新的 那些比如说大商场 或者好像广州天环广场 就没有的 如果你打算来这里行商场 基本上你是打烧这个里面头 昨晚吃牛肉火火的时候 我尝试过找过 但是看上去都是不如理想 有带润发的 有超市的 但是好像没有EON 好像是没有的 那么 够股够 够安静 另外 如果酒店想住好一点的话 就应该去寒江河的东边 我昨晚看手机电话地图 直播完之后 发现有几间是超贵的 看图片看不出 但是价钱就跟广州发行酒店差不多 有一间更夸张 应该都无出其幼 就贵到六七千元一晚 我真的不知道 即是住得迪拜 与此同时 那间酒店是在 六七千元一晚的酒店 我说是在排方街旁边 我在排方街经过的时候 也听见有 其他人说 这个酒店很贵 接着就抱以一个冷笑 我看过一些社交媒体 里面也很精彩 例如大厨 现场煮食给你 住酒店 我的建议 都是住好似我现在住这间 是不错的 看上去很贵 四百多元 两天就八百多 但是密超所值 至于河的东岸 应该夜景会更漂亮 因为它可以看着 港济桥的夜景 以及可以看到 灯光秀 即是晚上八点的灯光秀 十五分钟的灯光秀 基本上就是这样 还有很多旅游的景点 我都没有去到 比如说 有个好像泰国的寺庙 装饰得到 那些都是免费的 只有广济桥是要收费 也就是二十元人民币 这么大把 值得去看看 我没有去 原来兜兜兜兜又回来这里 内街宅可不可以 兜兜又回来 潮州是一个很古旧的城市 还有很多东西未发掘 尤其它是一个不太大的古城 这才是最有味道 有多少都有 又有美食又有风土人情 是很值得来一次 还有我都觉得还有很多 是未发掘的 包括一些本地人的美食 如果作为游客的你们回到来 我想 除了选择那些 选择那些老新派之外 基本上都不会太差的 牛肉丸又好吃 买些手信回来也行 又或者 刚才我吃的腸粉也是 很有当地人的气息 绝对不会很难以接受 那种感觉 没有的 还有什么 还有 我早几天 我最满意就是那个喉鲁 全部 所有的食物里面 最满意就是那个 如果是跟团回来 就跟着渡游带 是好玩 是值得买的 该买的 基本上是这样 面前这里已经是车来车了 好了 一年三集 潮州美食之类 三日两夜 来到这里都要结束 正如 好像影片 这一个环节 开始所说 大多数都是美食的 少年之道 牛火锅 炒贵鸟 锅条 人人都好吃 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自己回来试一下 坐高铁很方便 香港西九龙坐高铁来到这里 昨晚直播的时候 有观众询过 好像不是很贵 很快 直接去到潮州市高铁站 坐巴士过来 只需15元 那么大多 快点快来试一下 既然是否创造人 既然是否创造人 它是否创造人 有观众 牛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